嗨,大家好,我是青鵝 然後呢,今天我來到這個地方叫做六塊桌 這地方有一間店叫做屯森小棚 然後呢,它裡面是一間咖啡廳 然後一些減餐啊什麼的 然後一些小點心 然後主要是因為它裡面有一些 小小的小朋友在玩東西 然後我想說 今天禮拜六飛呢 下午,剛剛下午兩點才上完班 然後就想說帶小孩來這邊玩一下 然後這邊來的時候,波光淋漓很漂亮 後面這樣子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現在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可以去玩水啊 然後稍微的去抓一些小螃蟹啊 抓一些小小的魚啊 然後環境還蠻好的喔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不知道這些地方 雖然淡水住了也好一陣子了 然後看這個水,真的還算蠻乾淨的 因為大部分我們在雨桿旁邊看到的這個水 都是有一些垃圾什麼的 這裡保持得非常的好 然後真的是這個天氣這樣 這個樣子 而且現在雖然說是夏天 可是這裡沒有很熱喔 感覺上 我在這邊風滿兩塊的 滿神奇的 好,我現在要進去這個裡面 阿我小孩跟老婆都進去裡面了 等一下再帶大家去看裡面有吃什麼 然後有什麼好玩的 這個門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水 好,現在要進去了 所以呢,你看一下 這個地方還不錯喔 拍一下它的門口 長什麼樣子 外帶租借 好,租借杯 然後我們走起來一個 它裡面有容器租借 只能現金 然後淨帶外資 也是禁煙 然後呢,狗要綁緊 然後有WiFi 還是假的 可以使用iPad Open這樣子 然後它的位置 很容易 你好,許惟 跟那個 跟他小孩的一起 一些 啤酒 然後 它的菜單 是 那我一個那個 聖名香蕉 是嗎? 對 香蕉是香蕉 這樣就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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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吹海風 二樓吹冷氣 不錯 其實它這邊還滿不會熱的 不會喔,我覺得 蠻厲害的 這邊有那個 借沙 挖沙的玩具 然後撈魚 對啊 喝一水 漂亮喔 大台 很無趣 我會把它摸摸掉 我會把它摸摸掉 在玩這個是什麼啊? 你們在玩什麼 你們在玩什麼 嗯 你們在玩什麼 那個 我一起來玩那個 好嗎? 來,等等等等 我要把這個 先當桌子 好爛 還有人物嗎? 你又來了 你又來了 手太太她剛剛已經先偷喝了 欸?你這一杯是什麼? 奶蓋紅茶 奶蓋海鹽嗎? 對 海鹽紅茶 然後這一杯是鳳梨 鳳梨和香蕉冰沙 來看一下我點的這個 香蕉鳳梨冰沙 是直接用那個 香蕉跟鳳梨打的 沒有亂夾的東西 好吃喔 2號 2號試喝試吃圓 好 試喝圓 好喝嗎? 來,試吃圓 好吃嗎? 好吃嗎? 為什麼我試喝 舊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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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沒問題 貼上一個嗎? 攤一庚 好 耶 這個是他 天敦的商單 現在可以帶大家到二樓來看看 好 上面好像有冷氣 跟大家來看一下他二樓的空間 這個地方有冷氣 如果你蓋硬喔 我發現覺得還是蠻熱的 那你可以上來這邊 上面這邊有冷氣還蠻涼的 如果有一個人啊 我很推薦坐在這個床邊 看出去真的超漂亮 那如果等到天氣稍微涼快一點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這個門 去外面坐著 吹吹吹風 欸走出來看看 欸真的蠻漂亮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帳 小帳篷讓大家坐在這邊 曬太陽 這邊是一個滑水板做成的椅子 別出心裁喔 天氣好真的是不一樣 這邊有一個堂椅 感覺上也不會特別的熱 感覺上也不會特別的熱 再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其實呢 下午這個時間 今天也是那樣熱的天氣 就是來這邊 因為有海風在吹 其實沒有這麼的熱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厲害的地方就是 跟天水灣的一些都不太一樣 就是它真的到底感覺 也是在海邊玩的感覺 非常的有一種原始的感覺 環境非常非常的好 我自己會給這一間店 應該85分到90分喔 真的是讓你感覺到有在海邊玩的感覺 不是那種給本人造的感覺 就是這樣 就是像那種好像很精美的裝潢 然後去撐過一切 這樣子其實 比較像是它的環境是非常好 那當然它的一個 氣氛的營造 我也是覺得蠻棒的 推薦大家來這邊喔 來到外面的景色 等一下稍微再翻晚一點呢 再帶小朋友去那邊玩水 你看這邊有小朋友在那邊 玩水啊 然後玩沙沙 然後抓一些小螃蟹啊 或是一些抓魚這樣子 然後 今天沒有風了 所以也有一些海浪 如果我在 現在大概四個小時 現在大概四個小時的時間 就準備帶它去 然後挖沙 這一個就好了對不對 謝謝 好 走我們去玩沙沙 走 弄沙沙呢 走啊我們去看看啊 走去那邊玩小心喔 來往那邊走 走 Let's go 走走走走 你看這邊是不是很多沙沙 去吧去吧 好 好那你 跟人家說謝謝喔 謝謝 好你在這邊玩沙沙 這邊就是可以見大家 自己帶一個小帳篷 或是小洋 好玩嗎 好玩 好現在看到這邊 然後有滿多人 自己帶一個小帳篷 然後 在那邊 可以遮陽 然後很多小朋友在這邊玩水 這個環境真的蠻棒 而且 其實 垃圾很少 所以還不錯 推薦給大家 然後現在稍微有點漲潮 那大家可以挑 它稍微退潮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抓到一些螃蟹的 我第一次來這邊 那我決定把它收在我的那種 寶藏店裡面 然後呢 它相較於北海岸這一代的那種餐廳 前水班那些餐廳 台北店 它因為 有一天獨厚的那一種 地理條件 怎麼說那地理條件呢 因為它這個 店呢 在那個漁港的沙灘前面 然後呢 感覺好像就是 這個整個地方都是它自己的 去玩水水吧 然後它這個裡面的那個 橙色啊 什麼白色 或是它的設備 其實都不算新 不過呢 我卻覺得說 它有那種 真實在那種 海邊度假小屋的那種感覺 像我們以前 小時候看的那個 海灘大海那種房子一樣 然後 特別難得這樣子 店裡面的消費啊 是以 人頭計算 但是以 大人有幾個就算 就算幾個 你的消費 那它是 不是限你你的消費的金額 它是消費你說 你至少要點一樣東西 比如說 我今天兩大兩小對不對 那 我就是兩個大人 你個點一樣東西就好 那小孩的話 你只要十歲以下 就是 小心喔 不用 低小的步驟 因為我們剛來的時候 就是 差不多少五三點 風這樣一面而來的感覺 你其實是不會覺得很難 因為你怎麼看太陽這麼大 你可能覺得說 嗯 應該很熱什麼的 其實還好 那是因為我現在這樣走來走去 我才開始覺得熱的 然後 所以呢 我覺得還算涼快 就是 不是我們想像中 哇 打二天腳 它是因為海洞的關係 其實這裡來說的話 我覺得人 其實不算太多 就是 其實進來人 好位置之後 算是很空 很空放 然後 大家隔的其實蠻遠的 所以說 其實這裡我覺得 還不算是真的 非常多人知道 那 所以我就覺得 它就是一個保障的地理 然後 這個東西我就透過給大家 就是希望給 一些 朋友知道 這地方呢 我推薦你 週末的那種 傍晚 傍晚 傍晚間 下午已經傍晚的時候來 然後 太陽不要這麼大的時候 欸 下去玩 可以去玩沙 泡水 抓個小螃蟹啊 抓個小魚啊 這樣子 那我覺得應該是會玩的 蠻盡興的 好 回家吃吃飯吧 好 好 好